LITTLE BOX 森林王子 1 人类宝宝 有一天晚上,森林里特别温暖。 月光明亮,照进狼洞口。 狼爸爸休息一整天后醒过来,打了个哈欠。 狼妈妈躺在近处,她把鼻子放在滚来滚去叫个不停的四只狼宝宝身边。 狼爸爸伸了个懒腰。 狼妈妈,又该去打猎了。 这时,洞口出现一个影子,长着一条毛茸茸的尾巴。 狼爸爸皱起了眉头。 那是豺狼塔巴奇。 塔巴奇总是要吃的,所以狼爸爸和狼妈妈很讨厌她。 他们也很怕塔巴奇,因为塔巴奇又狡猾,又脾气坏。 有时候,她会疯狠地在森林里跑,看见什么就咬什么。 当塔巴奇发疯的时候,甚至连凶恶的老虎谢尔坎也离她远远的。 我肚子饿,塔巴奇说。 啊,你进来看看吧,塔巴奇。 狼爸爸叹了口气说。 可是我可以向你保证,这里没有食物。 我也许能找点吃的。 塔巴奇回答。 她慢慢地朝洞里面走去,用鼻子到处闻。 很快,她就发现了一根放了很久的骨头,上面有一点肉。 谢谢你的食物,很好吃。 塔巴奇说,舔了舔嘴唇。 她盯着小小的狼宝宝。 哎哟,你的孩子们,真好看。 狼妈妈走近孩子们。 她和狼爸爸对视了一眼,显得很不安。 哦,哎哟。 塔巴奇继续说。 谢尔坎发现了几个新的大猎地点。 她告诉我,她会暂时在这里打猎。 在这里? 狼妈妈惊讶地说。 可是她没有权利在这里打猎。 狼爸爸大喊道。 谢尔坎必须待在河边,那是森林法则。 塔巴奇笑了。 要不要我告诉她,你在担心什么? 出去! 狼爸爸吏声说。 去跟你的主人打猎吧。 塔巴奇,你折磨了我们一个晚上,够了。 我会走的。 塔巴奇平静地说。 不过,别忘了谢尔坎的新大猎地点。 我警告过你,我警告过你,其实你现在就能听见她的声音。 她在下面的棺木里打猎呢。 塔巴奇走后,她真的听见下面山谷里传来老虎的嘀吼。 狼妈妈走出来,站在她旁边。 看来,谢尔坎今晚不会吃豆腐,我觉得她会吃人。 狼妈妈,老虎妈妈叹了一条重要法则,老虎妈妈叹了口气。 突然,传来了哭声。 狼爸爸和狼妈妈听得见谢尔坎,在灌木丛里痛苦地滚来滚去。 她疼哭了。 那只傻老虎可能跑进了人类的篝火。 听上去,她的脚好像被火烫了。 狼爸爸说。 狼妈妈动了动一只耳朵,仔细地听着。 好像有什么东西往山顶跑呢。 附近的灌木沙沙响了起来。 狼爸爸放低身子,准备出击。 可是,突然,狼妈妈惊讶地倒吸了一口气。 是个人类宝宝。 一个小男孩站在狼爸爸和狼妈妈面前。 这个小人类看着狼爸爸的脸眨了眨眼睛。 狼爸爸。 狼妈妈小声说。 快,把这小男孩弄到我们洞里去。 狼爸爸走上前,轻轻地叼住了小男孩的脖子。 然后,把小男孩叼进洞里,放在了狼宝宝们旁边。 狼妈妈非常惊讶,目不转睛。 狼妈妈很惊讶地盯着那个小人类。 真小。 狼妈妈温柔地说。 那个小男孩挤进两只狼宝宝中间取暖。 你看,他不怕我们,也不怕宝宝们。 我听说过,有人类小孩和狼群一起生活。 狼爸爸说。 可是在我们狼群里,我从来没见过。 这时,狼爸爸和狼妈妈听到什么声音,朝洞口转过身去。 原来是塔巴奇和老虎谢尔坎来了。 那个小孩在这儿,主人! 豺狼兴奋地喊着。 我看见他了。 谢尔坎,您的来访让我们非常荣幸。 狼爸爸很有礼貌地说。 但他的双眼却闪烁着愤怒。 您需要什么? 一个人类孩子朝这边走了。 谢尔坎说。 他的父母逃跑了,把人类的孩子交给我。 幸好洞口很窄,谢尔坎进不来。 我们狼是自由的动物。 狼爸爸说。 我们听头狼的话,不听你的。 老虎的怒吼在洞里回荡。 狼妈妈跳到了谢尔坎面前。 在黑暗中,他的眼睛像两个绿色的月亮。 那个人类孩子是我的。 狼妈妈咆哮着。 孩子不会被杀死的。 孩子会和狼群一起奔跑,和狼群一起打猎。 现在请你离开谢尔坎。 狼爸爸惊讶地看着这一幕。 狼爸爸忘了,他的妻子生气时会有多可怕。 谢尔坎退到洞口外面。 我等着看狼群会怎么处理人类的孩子。 他呲牙低吼。 那个孩子是我的,他会撕在我的牙下。 狼妈妈跳到宝宝们中间。 狼爸爸看着老虎大步离开。 谢尔坎说了一个事实。 狼爸爸说着,叹了一口气。 我们必须给狼群看这个人类孩子。 你真的打算收留他吗? 我当然要收留他。 狼妈妈历声说。 这个可怜的小家伙,晚上自己饿着肚子来到这里。 我要给他起名叫毛克力。 他接着说。 总有一天,他会抓到谢尔坎,就像那只老虎抓他一样。 狼爸爸很担心。 我们狼群会说什么呢? 森林法则很清楚。 狼群保护小狼,直到它们足够强大去自己打猎。 但是狼群好像不会保护一个人类宝宝。 我们以后再说这件事吧。 狼妈妈坚定地回答。 每个月月圆的时候,狼群就开一次会。 所有的新父母都要给大家看他们的孩子们。 在下一次狼群会议的那天晚上, 狼爸爸和狼妈妈去参加岩石会议。 狼宝宝们和毛克力跟在他们后面跑。 岩石会议在山顶上开, 那里有很多石头和巨石。 阿可拉是最厉害的大灰狼, 他趴在一块岩石上。 现在他领导这个狼群已经一年了。 他是一只智慧, 健壮的头狼, 了解人类的方式和习俗。 岩石会议非常安静, 所有的父母都围成了一个圆圈。 在圆圈中央, 狼宝宝们一起打滚, 玩耍。 狼父母们一个接一个地 给大家看自己的孩子。 哦,大家快看! 阿可拉喊道。 狼妈妈们激动地重复道。 哦,大家快看! 狼妈妈的毛抖了一下, 差不多到时候该给大家看毛克力了。 狼群看到这个长相奇怪的人类宝宝会说什么呢? 森林王子 3.毛克力 小男孩和狼宝宝们坐在圆圈里。 他玩着一些在月光下闪闪发光的白卵石。 狼爸爸用鼻子轻轻地朝前推了推毛克力。 哦,大家快看! 阿可拉像对别的狼宝宝喊过那样喊道。 还没等狼们来得及回答, 岩石后面就传来了低吼声。 是谢尔坎。 那个宝宝是我的! 老虎低吼。 把它给我! 哦,大家快看! 阿可拉喊道。 好好看看这个宝宝。 森林法则是要有两只狼为狼宝宝说话。 这是狼群接受狼宝宝的方式。 谁想为这个宝宝说话? 阿可拉问。 狼妈妈很紧张,准备要保护毛克力。 阿可拉还在等待狼说话。 除了狼群里的狼群的狼群的岩石会议。 那就是巴鲁。 一头懒洋洋的棕熊,他教狼宝宝们森林法则。 巴鲁只吃坚果、树根和蜂蜜, 所以森林里的动物们都不怕他。 谢尔坎越走越近,棕熊抬起前爪站了起来。 他大声咕弄。 我为这个人类宝宝说话,让他跟着狼群跑吧。 我会像叫其他宝宝一样叫他。 还有谁想为这个人类宝宝说话? 阿可拉问。 这时,一个黑影跳进了圆圈。 那是巴西拉一只黑豹。 狼们马上向后退。 阿可拉,我没资格待在这里。 黑豹的嗓音像树上掉下的蜂蜜那样温柔。 但是森林法则说,一个宝宝的生命可以被买下来,对吗? 是! 几只年轻的狼急切地回答。 年轻的狼们总是很饿。 阿可拉! 一只狼大喊道。 听巴西拉的吧。 这个宝宝可以收钱卖掉,这是森林法则。 黑豹温柔地笑了。 我想提议一个买卖。 巴鲁已经替这个小男孩说话了。 如果你们其他人接受它,我就分给你们一些好吃的。 是一头肥牛,刚杀的。 狼妈妈看着狼爸爸。 那只黑豹为什么替毛克力说话? 他问。 狼爸爸耸了耸肩。 其他狼聚到一起商量这个情况。 这个小男孩会在冬天下雨时死掉的。 一只狼说。 他会被太阳晒死的。 另一只狼说。 一个宝宝能把我们怎么样? 安逸了吧,让他和狼群一起跑。 终于,狼们同意接受毛克力。 毛克力安静地坐着,玩着那些白卵石。 当狼们看着毛克力时,阿克拉高喊道。 狼们,大家快看,大家快看。 很快,狼群就开始下山去吃黑豹许诺的美餐。 阿克拉,巴西拉,巴鲁和毛克力一家子留在山上。 谢尔坎发出可怕的咆哮声,大步离开了他们。 想怎么咆哮就怎么咆哮吧,老虎。 巴西拉嘟囔道。 我感觉总有一天,这个人类宝宝毛克力会让你因为另一个原因咆哮的。 阿克拉笑着转头,看狼妈妈和狼爸爸。 人类非常有智慧。 也许你们的人类宝宝能在某些方面帮助我们狼群。 毛克力的父母点头表示感谢。 然后,狼爸爸转过头对熊说。 谢谢您今天帮忙,巴鲁。 请尽快开始训练毛克力吧。 他得学习如何成为一只狼。 森林王子 4.森林的语言 老棕熊巴鲁开始教毛克力森林法则。 他告诉男孩儿去哪儿找好吃的坚果。 教他当蝙蝠白天睡觉的时候不要去惹他。 毛克力还学到跳进水里之前要提醒水蛇注意。 每天,巴西拉都会来检查毛克力的进步。 毛克力太棒了! 巴鲁高兴地说。 他既擅长爬树,又擅长游泳,还擅长跑。 巴鲁让毛克力努力学习。 有一天,毛克力觉得学腻了。 巴鲁一训斥毛克力偷懒,毛克力就跑掉了。 那个男孩儿哪儿去了? 巴西拉到的时候问。 巴鲁叹了口气。 唉,他生气跑掉了。 那个人类孩子太年轻了。 巴西拉说。 也许他的大脑太小,记不住所有这些事情。 嗯,他不小了,会被杀掉的。 巴鲁回答道。 所以,我要教他森林法则。 他在学所有的森林语言,这些会保护他,让他在这里一直安全。 也许吧。 巴西拉伸直一只爪子,欣赏着自己尖尖的指甲。 等我们找到毛克力,我让你见识见识他的语言能力。 巴鲁说。 可是,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我就在这儿呢。 一个声音从上面传来。 毛克力从一棵树干上滑下来,看着巴鲁。 我回来是因为巴西拉。 我还是对你很生气,你这个又肥又老的巴鲁。 让巴西拉看看,你怎么说那些森林语言。 巴鲁说。 哪一个,我知道所有的森林语言。 毛克力得意洋洋。 好,优秀的模范声。 巴鲁逗毛克力。 像狮子那样说话,怎么样? 毛克力低声说。 我们是一个血统的。 很好。 巴鲁说。 现在,像鸟那么说话。 毛克力发出一声老鹰的叫声。 巴西拉很惊讶。 现在说蛇语吧。 毛克力说。 他为自己的表现鼓掌,然后跳到了巴西拉的背上。 他用后脚跟踢了踢黑豹的侧腰,看着巴鲁做了个鬼脸。 总有一天你会感激我的。 巴鲁嘟囔道。 巴鲁,你怎么学会所有语言的? 巴西拉问。 棕雄骄傲地拍着自己大大的毛茸茸的肚子。 我跟大侠哈提学的。 这时,毛克力踢了一下巴西拉,抓紧了他的毛。 嘿! 巴西拉说。 小心我的肋骨。 总有一天,我会拥有一个我自己的部落。 毛克力骄傲地说。 我会带领所有动物穿过森林。 我会一整天又玩又吃。 他大笑道。 哈哈哈哈,还有,我会朝老巴鲁扔树枝和土。 疏! 巴鲁的大熊掌把毛克力从巴西拉背上打了下去。 毛克力! 巴鲁说。 你听起来就像只猴子,你和它们一起玩了。 毛克力躺在地上。 他朝巴西拉看去,巴西拉的眼神变得很冷。 猴子们没有规矩,他们又粗鲁又愚蠢。 巴鲁说。 离它们远点。 毛克力抽了抽鼻子。 你以前对我不好,但猴子们对我很热情。 它们从树上下来陪我玩,还给我煎果吃。 巴鲁不屑地哼了一声。 它们说总有一天,我会成为它们的首领。 毛克力又特意加了一句。 它们没有首领。 巴西拉厉声说。 还有它们撒谎。 听好了,毛克力。 巴鲁的声音像打雷一样低沉。 猴子们住在树上。 它们不停地吹牛闲聊。 我们不在猴子们喝水的地方喝水, 我们不去猴子们去的地方。 毛克力静静地躺着。 我们不理它们。 巴鲁补充说。 即使它们朝我们头上扔坚果。 就在这时,坚果从树上掉了下来。 一大群猴子放声大笑。 森林王子 五水中停战 毛克力越长越大,不断学习森林法则。 有一年,干旱非常严重。 当几乎不下雨的冬天到来时,开始干旱。 山药干巴巴的,树几乎没开花。 然后,天慢慢热了起来。 酷热使森林变成了黄色,褐色,最后变成了黑色。 水坑变成了淤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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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饥饿很可怕,口渴更严重。 酷热持续着,晒干了所有的水分。 很快,只有一条河里有水了。 哈提,智慧的老象,举起了他的鼻子。 水中停战。 他宣布。 毛克力学过,那是没人可以在水里打猎的意思。 但是,所有人都可以安全地在那里喝水。 动物们吹着口哨尖叫,把水中停战的消息传了出去。 这段时间太可怕了。 一天晚上,巴西拉在河边说。 毛克力点了点头,空气感觉像火一样热。 巴鲁叹了口气。 金燕鱼,忘记了我们。 在上游,哈提和他的儿子们站在月光下。 附近有几只鹿,猪和野牛在河水。 人类也很饿。 一头猪说。 他们死在他们的田里。 哈提,你见过这么严重的干旱吗? 巴鲁问。 没有,但这干旱会过去的。 哈提往自己的后背和侧腰喷了喷水。 巴鲁看着毛克力。 嗯,我们这里有个人,再没有食物就活不下去了。 这个男孩已经皮包骨了。 嘿! 毛克力从水里坐起来,那是因为我没有毛覆盖身体。 大家都笑了,可是毛克力瞪着巴鲁说。 你没有毛,也会看起来不好看。 巴西拉抬起一只爪子,轻轻地把毛克力推到了水里。 毛克力站起来,边吐水边大笑。 你这样逗你老师,太没礼貌了,毛克力。 巴西拉说,他扑哧一笑,又把毛克力推到了水里。 这次,当毛克力从水里站起来时,他看见巴西拉的表情变了。 哦哦。 他想,他看见老虎在朝他们慢慢走过来。 哦,看哪! 谢尔坎声音低沉。 他俯身要喝水。 这是那个人类孩子。 毛克力悄悄退到巴西拉身后,谢尔坎把下巴放进河里喝水。 很快,河面上就泛起了油乎乎的水纹。 巴西拉怀疑地看着那些油乎乎的水纹。 谢尔坎,你做了什么? 谢尔坎阴险地笑了。 我发现了一个人类。 他说。 所以我才来河里喝水,清洗一下。 几只动物吓得倒吸了一口气。 你在干旱时期杀了一个人。 巴西拉厉声问道。 找不到别的吃的了吗? 老虎只是耸了耸肩膀,什么也没说。 哈提静静静静静静地听着。 现在他走进谢尔坎,摆动他的鼻子。 你知道,谢尔坎,现在是干旱时期。 大象说。 河水是给大家喝的,不是洗血迹的。 还有,我们都在遭受折磨,包括森林动物和人类。 现在炫耸杀人是不对的。 谢尔坎低下了头。 你喝够水了吗? 哈提问道。 嗯,那就走吧。 哈提命令说。 他的三个儿子站到了他的身后。 谢尔坎一声不吭就走了。 因为他知道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实,哈提是森林的主人。 巴西拉叹了口气,转身对毛克力说。 永远不要忘记这个,小兄弟。 谢尔坎是你的敌人。 森林王子6.猴子逃跑 干旱终于过去了。 老棕熊巴鲁已经教了毛克力很多森林法则。 毛克力还跟狼们学到了很重要的东西。 狼爸爸教毛克力注意声音。 森林里的每个声音都有意义。 要仔细听草的声音和猫头鹰唱歌。 猫头鹰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有危险。 猫克力的狼兄弟们教毛克力如何观察其他动物的行为。 蝙蝠休息之前挠树。 鱼饿了就会在水池里跳。 同时,树上的猴子们一整天都在观察毛克力。 他们看见他用树枝盖了一个窝棚。 他们看见他用小石子盖了一个小屋子, 在淤泥里采来采去。 毛克力其实是在玩,就像所有他那么大的孩子一样。 但是猴子们不知道他只是在玩, 所以他们惊奇地盯着毛克力。 那个人类孩子非常聪明,多才多艺。 一个猴子说。 嘿! 另一个猴子说。 也许他可以当我们的首领。 是的。 另一只也说。 如果他是我们的首领, 森林里的所有动物都会嫉妒我们的。 我们找个办法把他带到猴子城来吧。 一个炎热的下午, 猴子们看见毛克力在和巴西拉、巴鲁一起睡午觉。 这是我们偷来那个人类孩子的机会。 一只猴子低声说。 我们走吧。 一群猴子扑了过去。 接下来毛克力知道的是, 几只手抓住了他的腿和胳膊。 然后两只力气最大的猴子抓住毛克力逃走了。 树枝刮了他的脸。 紧接着他听见了巴鲁的声音。 熊的叫声惊醒了整个森林。 猴子们大笑。 他们越过树梢。 毛克力觉得头晕, 树枝和叶子拍打着他的脸。 猴子们蹦蹦跳跳, 大喊大叫, 穿过了森林。 放我走! 毛克力大喊道。 他们在高高的树上。 毛克力担心猴子们会把它扔下去。 然后他开始生气, 思考。 嗯, 巴鲁和巴西拉会找我的。 他想。 但是猴子们跑得太快了, 毛克力的朋友们可能追不上。 他怎样才能留下线索, 告诉朋友们他在哪儿呢? 朝下看也没有用。 那只让毛克力觉得头晕。 所以他朝上看。 在上面远远的蓝天上, 他看见了老鹰, 蓝。 蓝飞在森林上空找吃的。 蓝终于朝下看, 看见了猴子们。 啊? 他说。 那些猴子抓着什么东西吗? 他俯冲下去, 想要看清楚。 毛克力当然知道森林里的所有语言。 他吹了一声很响的口哨。 啊? 蓝很惊讶, 他吹哨回应。 毛克力, 是你吗? 蓝, 跟着我。 毛克力朝老鹰喊道。 然后告诉巴鲁和巴西拉我在哪儿? 巴西拉爬上树去追毛克力, 但猴子们太快了。 然后, 细树枝承受不住黑豹的体重。 巴西拉滑了下去, 脚趾甲里全是树皮。 巴鲁跑得很笨拙。 快啊, 巴西拉。 你那个速度, 连受伤的牛都追不上。 巴西拉说。 坐着别动, 我们来做个计划。 巴鲁趴到地上。 这太糟糕了。 巴鲁边打滚边身影。 别像豪猪一样拳着身子。 巴西拉历声说。 我们得想想怎么办。 可是。 巴鲁咽了一口口水。 可是, 毛克力现在可能已经死了。 森林王子七、卡阿的相助。 毛克力应该没事的, 巴鲁。 巴西拉说。 他很聪明, 你也把他教得很好。 巴西拉沉思着, 铁了铁一只爪子。 但我们的确需要一个计划 把他救回来。 嗯, 这是个问题。 巴鲁说。 因为那些猴子不怕我们俩。 嘿。 他猛地坐起来。 那些猴子很怕卡阿。 我们去跟他商量商量吧。 我真的不喜欢跟那条蟒蛇说话。 我不确定他算不算我们的朋友。 还有。 巴西拉发抖。 他有一双吓人的眼睛。 哎呀, 巴西拉, 卡阿很狡猾。 我们去看看他能不能帮我们。 巴西拉叹了口气。 好吧。 卡阿躺在一块暖和的石头上, 晒着午后的太阳。 他全曲着长长的身体。 他欣赏着自己新的黄鹤相见的皮肤。 小心点, 巴西拉。 巴鲁边走边小声说道。 卡阿退皮后总是眼神不太好, 所以他可能会突然攻击你。 卡阿不是毒蛇, 但他还是很危险。 他能把猎物紧紧铲死。 你好啊,卡阿。 巴鲁喊道。 哦,巴鲁, 你怎么来了? 我们来请你帮忙。 宗雄回答道。 我们需要找到猴子们, 这事儿很紧急。 卡阿懒洋洋地说道。 我又累又饱, 现在没心情追猴子。 巴鲁看了一眼巴西拉。 如果卡阿不帮他们, 怎么办? 嗯,卡阿。 巴西拉咽了一口口水。 你知道猴子们叫你五角黄蚯蚓吗? 卡阿的双眼闪过一丝愤怒。 他们叫我蚯蚓? 差不多是那个意思。 巴西拉回答道。 有时候他们还取笑你。 巴鲁插嘴说道。 他们说你没有牙, 说你害怕山羊脚。 什么? 卡阿。 卡阿缠紧了身体。 他喉咙上的大块肌肉上下起伏。 你们为什么找猴子? 嗯,你知道, 我是一个人类孩子的老师。 巴鲁开始说道。 他一般很听我的话, 可是有一次他…… 巴西拉开始不耐烦, 他们没时间讲冗长的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卡阿。 他插嘴说道。 那些愚蠢的坚果小偷们偷走了那个人类孩子。 他是个很棒的人类孩子。 巴鲁说道。 他是世上最聪明、勇敢的人类孩子。 我…… 我们爱他,卡阿。 卡阿前后动着头。 那个人类孩子应该和你们在一起, 不是那些猴子。 你们是他的家人。 所以我们来到了这里。 巴西拉说道。 那些猴子在森林里只怕……你。 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帮我们找到他。 巴鲁接着说道。 求你了。 那些可怕的猴子不停地叽叽喳喳。 卡阿生气地说。 他们还又傻又懒。 卡阿转向巴西拉。 那些猴子叫我什么? 黄鱼? 巴西拉低下了头。 叫你黄鲁尹,还有别的难听的名字。 我要去提醒他们说点我的好话。 卡阿力声说道。 他们去哪儿了? 我们以为你可能知道,卡阿。 巴鲁说道。 我知道他们今天搬到森林的另一个地方去了。 卡阿丝丝地说道。 刚才我听见他们在树梢间大笑,但是…… 向上看!向上看! 上面传来刺耳的叫声。 巴鲁抬头看去, 蓝正朝着这边飞来。 我有一个关于毛克力的消息。 老鹰喊道。 那些猴子把他带进了森林深处。 现在,他在河那边呢,在猴子城里。 森林王子 八 猴子城 蓝飞走了,巴鲁自豪地笑了。 哈哈哈哈,毛克力记得老鹰的语言。 他还找到了给我们发消息的办法。 看见了吧? 巴西拉说道。 我告诉过你,他非常聪明,不过我们最好马上去猴子城。 大家都知道猴子城在哪儿,但几乎没有森林动物去过。 那是一个森林深处被废弃的老城。 只有猴子喜欢使用人类用过的地方。 即使全速前进,也需要半个晚上。 巴西拉边说边看着老熊。 我会尽量快点走的。 巴鲁保证的。 我们不能等你。 巴西拉说道。 卡阿和我先走一步,你尽量跟上来吧。 我没有脚。 卡阿说道。 但我非常快,咱们走吧。 巴鲁急急忙忙跟在卡阿和巴西拉的后面,但很快他就停下来气喘吁吁。 巴西拉一直跑着,卡阿好像把身体贴在地上一样。 蟒蛇找到了穿过森林的捷径,他目光坚定,沿路前行。 毛克力仔细看着猴子城,这里已经成了一片废墟。 但是,很久以前,一个国王建起了这座城。 大理石墙的内外长着树,野生藤蔓,挂在窗户框上。 山顶上有一座没有屋顶的宫殿。 宫殿下面是一排排房子和空坑。 地上是寺庙破碎的圆顶。 猴子们叫这个地方猴子城,但是,它们不知道怎么使用人类建筑。 它们坐在大理石房间里,抓跳蚤。 它们沿着露台跑来跑去,摇晃橙子树,只为了看水果掉下来。 它们在蓄水池里喝水,打架。 每隔一段时间,猴子们会厌倦这座城市,然后,它们就会回到树梢上去。 那天,猴子们很晚才到了猴子城。 虽然走了很远的路,但它们没去睡觉,而是手拉手跳起了舞。 一只猴子还讲了一段很长的话。 这个人类孩子将改变猴子的历史。 它宣布。 这个男孩将告诉我们怎么把树枝编在一起,我们能盖房子。 毛克力叹了一口气,开始把一些树枝编到一起。 几只猴子试图模仿它做。 可它们一只接一只地觉得无聊,站了起来。 一些猴子开始拉朋友们的尾巴,另一些唱着歌跳来跳去。 终于毛克力放弃了,它放下树枝。 我饿了。 二十只猴子跳起来,要去给毛克力拿坚果。 它们在路上就打了起来,把食物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巴鲁是对的。 毛克力想。 猴子们没有规则,也没有头领。 它们只知道头东西和唱歌。 我要回家。 毛克力站起来向大门走去。 但猴子们一下子就拽住了它。 哦,不行,你得跟我们在一起。 你为什么想走? 一只猴子说。 我们是森林里最棒的动物。 我们会告诉你我们有多棒。 所有的猴子都聚到露台听那个愚蠢的故事。 毛克力忍不住笑起来。 我很好奇它们睡不睡觉。 它想。 它抬头看,发现一朵云彩正在滑向月亮。 很快天就会完全黑下来。 到时候它将再次尝试逃跑。 森林王子 9. 森林大战 巴西拉和卡阿终于到了猴子城的城边。 它们能看见猴子们围着毛克力。 它们溜到了沟里。 巴鲁在这里就好了。 巴西拉小声说。 我们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它抬头看着天空。 当那朵云彩挡住月亮的时候,我要到露台上去。 祝你好运。 卡阿小声说。 我去西墙那边。 说完,它就爬走了。 猴子们还在吹牛。 毛克力看见天黑了。 突然,它听到了什么声音。 是巴西拉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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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声嚎叫 终于一只猴子踢了巴西拉一脚 只有一个进攻者 他喊道 大家抓住他 一群猴子围住了巴西拉 他们又咬又挠又撕又拉 同时有两只猴子抓住了毛克力 他们把毛克力拽到寺庙的墙上 然后他们把他推进了圆顶上的一个洞里 如果是人类养大的男孩 掉到寺庙地上会受伤的 但毛克力按照巴鲁教他的办法摔下去 双脚着地 待在哪儿 一只猴子说 等我们除掉你的朋友们再回来 现在毛克力听得见卡阿的声音 他马上发出蛇的叫声 废墟里有别的蛇 他们嘶嘶地回应他 站住 小兄弟 请不要踩我们 毛克力尽可能一动不动地站着 看着动 他听到了巴西拉激烈的大战声 巴鲁一定也在这里 毛克力想 巴西拉不会自己来的 可是 现在巴西拉可以让我帮帮忙 到蓄水池那边去 巴西拉 毛克力喊道 到有水的地方去 巴西拉听见毛克力的喊声 真是万幸啊 巴西拉边想 边向蓄水池冲过去 人类孩子很安全 突然传来一声大喊 是巴鲁 巴西拉 我在这里 老熊气喘吁吁地爬上露台 他直立双腿 伸出了双爪 然后他开始打猴子们 啪 啪 啪 毛克力听见撞击声 接着是落水声 巴西拉跑进蓄水池里去了 猴子们不会跟着他进去的 黑豹气喘吁吁 头刚刚露出水面 猴子们气得在台阶上上窜下跳 猴子们做好了准备 如果巴西拉出来帮助巴鲁 他们就扑向巴西拉 卡在哪儿 巴西拉想 那条蟒蛇走了吗 他抬起滴水的下巴 发出蛇叫声 卡阿花了很长时间 才越过西墙 他卷曲伸直身体 以保证身体的每个部位 都用得上 同时巴鲁打了几只猴子 蝙蝠在他们上面飞来飞去 带来了大战的消息 然后大象哈提大喊 叫醒了鸟儿们和更多的猴子们 森林动物们开始飞快地向猴子城跑去 突然卡阿到了 他准备来一个致命一击 蟒蛇的第一次进攻 击中了巴鲁周围猴子的中心 他不需要再进攻了 因为猴子们立刻四散开来了 是卡阿 他们喊道 快跑 卡阿的声音把猴子们吓得四处逃散 一些猴子从来没见过卡阿 但是他们都听说过关于可怕蟒蛇的故事 他能像长苔蟹一样悄无声息地沿着树枝溜走 猴子逃跑时 巴鲁安心地松了一口气 和猴子们大战后 他觉得全身酸痛 巴西拉也受伤了 黑豹爬出了蓄水池 甩了甩他湿乎乎的毛 在那些猴子再进攻以前 我们去接毛克力吧 巴西拉说 我在这儿时 他们不会再进攻的 卡阿嘶了一声 那个人类孩子在哪儿呢 我在这里 毛克力在园顶里跳舞 我被困了 请把这孩子从这里弄出去 毛克力脚边的蛇说 它会踩到我们孩子的 退后 毛克力 卡阿命令道 蟒蛇仔细地看了看圆顶 终于 他发现大理石上有一条裂缝 然后 蟒蛇高高地抬起身体 不停地撞击大理石 当大理石在一团尘土中破碎时 巴西拉惊叫起来 毛克力跳出来 扑到了巴鲁和巴西拉怀里 你没事吧 巴鲁问道 我又疼又饿 毛克力回答道 但我很好 卡阿盯着毛克力 所以你就是那个人类孩子 为什么你看起来像只猴子 毛克力鞠躬 谢谢您救了我的命 和我朋友们的命 不客气 卡阿温柔地说 这时 月亮已经落山了 猴子们躲在石墙后面 不停地发抖 卡阿爬进露台中央 啪的一声 闭上了嘴 猴子们吓坏了 看着他慢慢跳起舞 这是我的舞蹈 叫做卡阿的饥饿 坐着别动 看着我 蛇命领导 卡阿左右移动他的头 他把身体围成圆 他的鳞片沙沙作响 毛克力站在巴鲁和巴西拉身边 他看了看猴子们 又看了看朋友们 大家都好奇地看着蟒蛇 卡阿嘶嘶地说 靠近点 猴子们 猴子们无助地摇摇晃晃向前走 巴鲁和巴西拉也开始向前走 毛克力朝朋友们扑过去 快 他边拽朋友们边喊 我们离开这里吧 这两只巨兽一惊 好像毛克力刚把他们从梦中叫醒一样 然后他们逃到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巴西拉回头看了一眼蛇 吓得发抖 不只是猴子们害怕卡阿 那条蛇也让我紧张 巴鲁抖了抖毛 事情很顺利 我们又找到了毛克力 是的 但这次小冒险让我们付出了代价 巴西拉严肃地说 我们俩都受伤了 这会让我们几天没法打猎 还有 我们不得不求卡阿帮忙 他瞪着毛克力 我们警告过你 跟猴子们玩很愚蠢 毛克力低下了头 对不起 他太年轻了 巴鲁说道 他知道自己错了 破坏规则时 作为惩罚 道歉是不够的 巴西拉回答道 说完 他轻轻拍了几下 毛克力的肩膀 嘿 巴西拉说 行了 根据森林法则 一次惩罚 能解决所有问题 关于毛克力和猴子的错误 没必要再多说什么 跳到我背上来 小兄弟 巴西拉说 我们回家 好的 毛克力爬到巴西拉背上 把头靠在了上面 很快 他就睡着了 森林王子 十一 危险的敌人 从猴子城回来后 毛克力幸福地住在狼群里 他越长越高 越长越壮 他打猎 游泳 他晒太阳 吃了睡 睡了吃 在岩石会议上 狼们经常会让毛克力 给他们拔爪子上的尖刺 每次毛克力拔刺 他都会发现一件怪事 如果他盯着狼看 狼就会马上避开视线 好奇怪 他想 狼们怕我吗 毛克力有时候 会在森林里看见谢尔坎 毛克力想和他保持距离 但是很多年轻的狼 开始效忠谢尔坎 那老虎把剩下的食物 扔给他们 他还称赞他们 你们真是优秀 勇敢的猎手啊 谢尔坎温和地说道 我不知道 为什么你们让阿克拉 领导你们 他又老又弱 总有一天 毛克力会领导狼群的 一只年轻的狼说道 那个人类孩子 非常聪明 他甚至能从我们 爪子里拔出刺 另一只狼说 又是那个人类男孩 谢尔坎咆哮道 他不如你们其中 任何一只厉害 一些狼也开始咆哮 你是对的 谢尔坎 毛克力连狼都不是 巴西拉看着狼群里 发生的这一切 他对此很不满意 毛克力 我告诉你多少次 谢尔坎是你的敌人了 一天下午 他问道 两个朋友 在温暖的阳光下 躺在树叶上 毛克力笑了 就像那棵树上的坚果那么多 他摇了摇头 巴西拉总是警告他 给他建议 好 你听好了 巴西拉说道 阿克拉越来越老了 很快 他就会弱得无法领导狼群 到时候 年轻的狼们会采取行动 他们会试图把你赶出狼群 他们不会把我赶出狼群的 猫克力还是笑 我住在森林里 我遵守森林法则 我甚至还帮我的兄弟姐妹们 把爪子上的刺 那些事情都是事实 巴西拉坚定地说 但是你不是狼 你是人类 总有一天 你会和人类住到一起的 我不那么认为 巴西拉 猫克力打了一个哈欠 有时候 我去山顶观察人类的村庄 但我从来没跟村民们说过话 我不跟他们一起打猎 总之 你一辈子都生活在森林里 你不了解人类 黑豹换了一下爪子的姿势 扭过头 很抱歉 我说这些话 他说 但是 大多数狼都恨你 他们认为 你比他们更聪明 更健壮 所以 当你盯着他们看时 他们会扭过头去 他们是你的敌人 什么 毛克力感到刺痛 好像一只蜜蜂 落在了他的皮肤上 他跳了起来 我以为他们是我的朋友 巴西拉 我该怎么办 你一定要保护你自己 巴西拉说道 阿克拉领导不了多久狼群了 一旦他在打猎中失败 年轻的狼们就会背叛他 他们会到岩石会议上去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巴西拉笑了 你要下山 到山谷里的人类村庄去 带回几朵 人类在那里种的红花 红花 毛克力重复道 森林里的所有野兽 都害怕人类的火 黄昏时分 红花在他们的小屋外生长 我可以弄到一些 好 巴西拉点头说道 快点弄来一些 放在身边 等时机到了 你就可以用强大武器 做好准备了 森林王子十二 红花 不一会儿 毛克力回到了山洞 狼妈妈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怎么了 儿子 毛克力不想跟狼妈妈谈别的狼们 哦 有只蝙蝠在辽西尔坎 他在附近打猎 所以我打算今晚在人类的田地附近打猎 说完 毛克力就匆匆离开 穿过灌木丛 向下跑去 在山谷底的小溪附近 他听见了喊声 是狼们在打猎 跳上去阿克拉 一只年轻的狼喊道 让我们看看你的力量 毛克力听见牙齿折断的声音 然后是一声尖叫 阿克拉跑向了什么 却错过了 毛克力朝村庄跑去 毛克力从来没有离村庄这么近过 他悄悄地走进一个村舍 仔细地朝里面看去 红花在一面墙上闪闪发光 毛克力看见一个女人 起身吹了一下红花 然后女人往红花里放了些树枝 毛克力叹了口气 红花很危险 他该怎么办呢 他等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 他看见一个小孩 拿起了一个火盆 那个男孩在里面 放满了一块块火红的花 毛克力笑了 那个小男孩能碰那红花 他想 那我也能 毛克力冲向男孩 抢走了那个火盆 然后他朝森林深处跑去 过了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 毛克力停下来 像那个女人那样朝红色东西吹气 现在该给他吃东西了 毛克力往红花上放了树枝和树皮 很快红花就又燃烧起来 毛克力笑了 我成功了 走到半山坡的时候 他见到了巴西拉 黑豹看起来很担心 阿克拉昨晚打猎失败了 狼们想杀了他 但他们在找你呢 我在山谷里来着 我准备好战斗了 毛克力举起了装着火的火盆 巴西拉点了点头 很好 然后他更仔细地看了看那红花 你怕这个东西吗 它开花的时候很危险 毛克力耸了耸肩 我不害怕 实际上我很久以前就记得它 在我成为狼之前 我在离红花很近的地方休息 又暖和又幸福 那天晚上 毛克力朝狼群会议走去 他站在后面 狼群看不见火盆 毛克力看见空荡荡的岩石 咽了一口口水 在打猎中受伤的阿克拉 躺在岩石旁边 他从头狼的位子上被赶下来了 谢尔坎从岩石后面走了出来 年轻的狼们跟着他 当全体都到时 谢尔坎开始讲话 他没有权利在这里讲话 巴西拉生气地对毛克力低声说 毛克力一下子站起来 为什么他 安静 人类孩子 一些狼喊道 阿克拉慢慢地抬起了头 我又弱又老 另一只狼要和我战斗 成为狼群的新头狼 狼们沉默了很久 谁也不想和阿克拉战斗 我只想要那个人类孩子 谢尔坎咆哮道 把那个人类孩子给我 我就不干涉你的狼群了 把毛克力交给老虎吧 一只狼喊道 毛克力不是狼 阿克拉又抬起头 毛克力吃我们的食物 跟我们睡在一起 他没有违反森林法则 他是我们的兄弟 不 他是个人类 狼群咆哮着 谢尔坎甩了一下尾巴 巴西拉看了一眼毛克力 现在 毛克力站直了 把火盆拿给狼群看 你们经常告诉我 我不是狼 所以我不会再把你们当作 我的兄弟姐妹了 他把火盆扔在地上 红花很快就燃烧了起来 火花在狼周围飞舞 他们吓得后退 我要离开森林 毛克力喊道 我要住在村庄里 人类会对我很好 他走向一堆树枝 现在我必须还债 他抓起一根树枝 在火里点着了他 然后他朝谢尔坎走去 拿着树枝贴近了老虎的毛 记住这个 谢尔坎 毛克力力声说 下次我来到岩石会议时 我会带着你的皮 他挥着燃烧的树枝 靠近老虎 还有阿克拉自由了 你杀不了他 树枝上的火猛烈地燃烧着 毛克力左右挥舞着树枝 把老虎吓跑了 大部分狼也跑了 当火花落在皮毛上时 他们发出阵阵嚎叫 阿克拉和巴西拉 急忙走向毛克力 毛克力难过得大口喘气 脸上流着泪水 我怎么了 巴西拉 他说 为什么我感觉这么奇怪 因为你很难过 所以你在哭 只有人类才会像你一样流泪 毛克力坐下 哭了一阵 终于他站了起来 我现在要回到洞里去 早上我会跟狼妈妈和狼爸爸说再见 第二天 年轻的狼们痛苦地嚎叫着 毛克力站在洞口 你们不会忘了我的 是吧 毛克力问道 绝对不会 一只叫格瑞布拉德的狼保证道 偶尔在山底下见我们吧 我们可以在那里跟你玩 我们会想你的 毛克力 狼妈妈温柔地说道 我很快就会见你们的 毛克力保证道 然后 他离开了洞 独自一人走下了山坡 毛克力沿着山谷的 凹凸不平的小路 走了几个小时 最后 这条路的尽头 出现一片广阔的平原 平原上有很多大石头和大树 成群的牛和水牛 在平原上吃草 在远处 毛克力看见了一个村庄 几个孩子在放牧 当他们看见毛克力时 吓得大叫着跑开了 毛克力饿了 他朝村庄走去 当他走到大门时 一个男人走了出来 毛克力张开嘴 指着嘴里表示他饿了 男人惊讶地看着毛克力 然后转身 他高喊着村长跑掉了 不一会儿 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胖男人 来到了门口 他的额头上有一个彩色的印记 他的身后是一大群人 他们都盯着毛克力看 对着毛克力指指点点 人类没有礼貌 毛克力想 只有猴子才会这么做 他朝人群皱了皱眉 没什么好怕的 村长对人群说 他指着毛克力 看着孩子胳膊 和腿上的这些痕迹 都是狼咬的 他可能是从森林里逃出来的 可怜的孩子 几个女人说道 他是一个帅男孩 一个女人说道 突然一个女人倒吸了一口气 麦苏雅 他看起来像你的儿子 被老虎偷走的那个 一个手腕和脚踝上 带着铜环的女人走上前 他仔细看着毛克力 我不确定 他是不是我的孩子 他最后说 但他看起来 确实像我儿子 村长举起双臂 森林带走了什么 又还回来了 把孩子带回家吧 麦苏雅 森林王子 十四 意外来客 毛克力跟着那个女人 进了他的小屋 他很紧张 但那个女人看上去 好像很好 小屋里有一张床 他还看到一个大箱子 里面装有鼓物和铜锅 墙上挂着神像 和一块高高的玻璃 当毛克力走到玻璃前 他吓了一跳 另一个男孩住在这里 他惊奇地想 他举起一只胳膊 玻璃里的男孩 也举起一只胳膊 毛克力动了动手指 那个男孩又一次做了 毛克力正在做的动作 女人笑了 他指了指毛克力 又指了指镜子 哦 终于 毛克力明白了 玻璃里的男孩是我 女人给了他一些牛奶和面包 然后他把手放在他的头上 拿图 你还记得我给你的血吗 毛克力摇了摇头 听不懂 女人摸了摸他的脚 感觉像动物的脚一样硬 哦 他悲伤地说 这双脚从来没穿过鞋 但你看起来像我的拿图 你将是我的儿子 毛克力以前从来没在屋顶下待过 他爬上凳子去摸屋顶上的稻草 小屋有一个门和一扇窗 如果他觉得自己被困住了 他也会撕了屋顶的稻草 这想法让他心里感觉舒服一些 但还有别的事情困扰着他 我必须学人类的语言 他意识到 如果我不理解他们的话 我就不能和他们一起生活 所以麦苏雅每说一句话 毛克力就重复一遍 天黑以前 他学会了小屋里许多东西的名字 睡觉前 麦苏雅和丈夫关上了小屋的门 毛克力感到被困住了 他飞快地从窗子溜走了 我必须把他带回来 麦苏雅说 他丈夫拦住了他 别管他 他说 这个男孩以前从来没睡过床 如果他真是我们的儿子 他不会逃跑的 毛克力跑到田边 在高高的草丛里躺了下来 当他快要闭上眼睛时 一个灰色的软软的鼻子碰了他一下 格瑞布拉德 毛克力高兴地大喊 狼闻了闻毛克力 狼说 跟着你来是一个最糟糕的奖励 你闻起来有木头的烟味和牛味 人类的味 毛克力笑了 一切都好吗 不太好 格瑞布拉德回答道 我有希尔坎的消息 他出去打猎了一阵子 但是那红花把它烧得很厉害 他发誓回来时要把你抓回来 他想把你的骨头放在河里 他吓不到我 毛克力说 总有一天我会抓住他的 连狼妈妈也说这是事实 格瑞布拉德看上去很担心 谢尔坎很危险 毛克力 你要小心 我会小心的 毛克力打了个哈欠 今晚我太累了 今天我学到了很多新东西 下次再告诉我更多的新消息吧 他闭上了一会儿眼睛 你不会忘记你是一只狼吧 格瑞布拉德急切地问 绝不会的 毛克力保证道 我会永远记住我爱你和我们的洞 不过你一定要记住一些事情 格瑞布拉德 是狼群赶走了我 那群人也会赶走你的 格瑞布拉德说道 人只是人 毛克力 他们谈话就像池塘里青蛙们聊天 没什么意义 毛克力耸了耸肩 他又闭上了眼睛 你好好睡吧 格瑞布拉德最后说道 我几个星期后再来 到竹林里找我 竹林在人类田地边上 好吧 毛克力小声说 晚安 在之后的三个月里 毛克力没有离开村庄 他忙着学习人类的生活方式 和风俗习惯 首先 他发现他必须一直穿着衣服 这太烦人了 他想 他觉得上衣发痒 他的鞋子夹住了他的脚趾 其次 他必须学会数钱 可他一点也不懂 为什么人类必须互相购买东西 他问麦苏雅 在森林里 你可以想拿什么就拿什么 麦苏雅笑了 这个问题很好 他说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还有 村里的孩子经常让他生气 当他们一起玩游戏时 毛克力一个人站着看 女孩嘲笑他 哈哈哈哈 森林男孩什么游戏都不会玩 他也不会生火 其中一个男孩说 他总是说错词 毛克力很生气 但他什么也没说 每当他生气的时候 他就努力想起巴鲁 森林法则说 控制你的脾气 老熊教过他 在森林里 你的生活和食物都得靠这个 在这个村庄里 他的生活可能也靠这个 一天晚上 毛克力也和别人一样 来到了无花果树下 人们见面讲故事 聊天 猴子们坐在无花果树上 他们也聊了几个小时 当人们讲关于神 人和鬼魂的故事时 毛克力听着 布尔迪奥是村里的主要猎兽 他讲了关于森林里 所有野兽的长篇故事 孩子们听到黑豹 大象和野猪的故事时 眼睛中的大大的 毛克力忍不住捂住脸 他不想让任何人看到 他嘲笑布尔迪奥的愚蠢故事 可当布尔迪奥讲了一个 又一个故事时 毛克力忍不住了 他笑得肩膀发抖 布尔迪奥开始讲一个 新的鬼故事 这个鬼住在森林老虎的身体里 是老虎偷了卖苏雅的儿子 什么 毛克力喊道 他再也无法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了 森林老虎不是鬼魂 它是真的 它的名字叫谢尔卡 每个人都转过头盯着毛克力 布尔迪奥惊讶地 一时说不出话来 然后 他瞪着毛克力 哦 森林小子在说话 如果你这么聪明 为什么不去抓老虎 它的虎皮 可是有讲的 总有一天我会抓住他的 毛克力小声说 猎人嘲笑着说 从现在起 当你的长辈说话时 你得闭嘴 几分钟后 毛克力站了起来 我整晚都在听 他大声说 布尔迪奥 只说了一两句真话 当毛克力离开时 布尔迪奥非常生气 这孩子怎么敢这样 让我难堪 他说 我不会忘记这件事的 那天晚上 村长拜访了 麦苏亚和他的丈夫 他说 是时候给毛克力 一份工作了 第二天早上 毛克力和村里其他孩子们 一起出去了 从现在起 他将帮忙放村里的水牛和牛 森林王子 十六 谢尔坎归来 几个星期过去了 一天早上 毛克力爬上了拉玛的背 拉玛是水牛群中最大的公牛 别的动物 别的动物开始跟着拉玛走 今天你们自己放牛吧 毛克力对其他孩子们说 我要和水牛待在一起 毛克力 毛克力把水牛带到平原边上 那是河流从森林中流出来的地方 然后他从拉玛的背上跳下来 向竹林跑去 正如毛克力期待的那样 格瑞布拉德在那儿等着他 他们高兴地拥抱在一起 但格瑞布拉德看起来很担心 谢尔坎归回到森林里等着你呢 那里几乎没有食物 所以他离开了 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毛克力 这次他会杀了你的 老虎回来的时候 你在开花的树附近的峡谷等我 毛克力指着平原对面的一块岩石 在那之前 你坐在那块石头上 好让我可以看见你 每天毛克力都放水牛 日复一日 他看着格瑞布拉德 坐在平原对面的岩石上 大多数的时候 毛克力只是躺在草地上 按照狼爸爸教他的方式 仔细听声音 如果谢尔坎走近 毛克力就一定会在寂静中 听见他的声音 一天 毛克力看了一眼岩石 那里是空的 他连忙把水牛 赶到开着金红色花的树那边 格瑞布拉德坐在那里 他背上的每根毛都竖起来了 谢尔坎已经藏了一个月了 格瑞布拉德说 但昨晚他和塔巴奇一起穿过了平原 毛克力皱起了眉头 塔巴奇 毛克力不怕谢尔坎 但是塔巴奇是另一回事 那只豺狼非常狡猾 不要害怕 我在黎明时遇见塔巴奇 处理掉他了 格瑞布拉德舔了舔嘴唇 首先他告诉了我一些重要的信息 谢尔坎计划今晚在村口等你 谢尔坎现在在哪儿 毛克力问道 他在干涸的大峡谷里 河边那个 他今天打猎了吗 毛克力问道 答案可能意味着他自己的生死 塔利明时吃了一顿大餐 格瑞布拉德回答 很好 毛克力一边思考 一边大声说道 这意味着因为吃得很饱 他没法跑得很快 如果我们数量有更多 就可以攻击他 但这些水牛不会攻击他的 除非他们闻到他的气味 我还不能用他们的语言 向他们解释事情 你觉得我们能弄来老虎的气味吗 那样的话水牛就能闻到了 格瑞布拉德摇了摇头 谢尔坎在河里行走 那样是不会留下气味的 一定是塔巴奇告诉他那样做的 谢尔坎自己是想不到的 毛克力站在那里 手指放在嘴里 我可以带水牛穿过森林 到达峡谷的尽头 我们可以堵住那一端 但是谢尔坎会从另一条路逃出去 我们也必须堵住另一端 毛克力看着狼 你能带一半的动物去那么做吗 我一个人做不到 不过我带来了一个聪明的助手 格瑞布拉德跑开了 跳进一个洞里 几秒钟后 一个灰色的脑袋突然出现了 热空气中充满了熟悉的打猎嚎叫声 毛克力高兴地拍起手 阿克拉 森林王子 十七 在大峡谷里 毛克力向阿克拉解释了他的计划 然后阿克拉和格瑞布拉德开始准备 两只狼在水牛群里跑进跑出 他们把牛群分成两组 母水牛和小水牛在一组 他们一边怒视 一边用蹄子刨地 准备攻击狼 攻水牛站在另一组 他们更大 看起来更吓人 但毛克力知道 他们不如母水牛危险 攻水牛没有小水牛需要保护 毛克力跳到拉玛的背上 阿克拉 把你的牛群往左边赶 赶向这条大峡谷的顶峰 格瑞布拉德 你把母水牛们赶到峡谷的另一端 让他们待在那里 直到我们下来 阿克拉嚎叫着 他的队伍出发了 格瑞布拉德开始把母水牛们 引向相反的方向 同时一些村里的孩子 看着这样的场面 他们带着牛 飞快往家跑 水牛疯了 他们在逃跑 毛克力的计划很简单 他计划把谢尔坎困在两群水牛中间的峡谷里 谢尔坎刚刚吃了一顿大餐 他很难战斗或爬上峡谷的两侧 毛克力把困惑的宫水牛们聚集在峡谷的顶峰 他们站在一个通向峡谷的长满草的斜坡上 很好 毛克力看着峡谷侧壁想 侧壁几乎是垂直的 上面长满了茂密的藤腕 那会使老虎更难爬出来 毛克力举起一只手示意阿克拉 然后他把手放在嘴里 朝峡谷下大喊 谢尔坎 回声从一块石头传到另一块石头上 一声咆哮回答道 谁在叫我 是我 毛克力 他转向阿克拉 把牛群赶下来 下去 拉玛 下去 他命令水牛 供水牛群站在斜坡边上 阿克拉大叫了一声 他们向前跑去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跑下去 就像被洪水冲下去的巨石 在峡谷里 扎马很快就闻到了谢尔坎的气味 现在水牛们知道他们的任务是什么了 那就是袭击老虎 刚开始 谢尔坎听到了雷鸣般的提声 他站起来 左看右看 试图找到一条路逃出峡谷 但峡谷壁比直满是弯曲的藤腕 而且吃了一顿大餐后 他正觉得饭困 身子发沉 牛群跑过水沟 捡起水花 动物们大声吼叫 毛克力听到峡谷另一端 母水牛们的回应 谢尔坎转身看向那些母水牛 然后老虎突然转向宫水牛 老虎本能地知道 面对他们 要比面对任何一头保护小水牛的妈妈都容易 就在这时 拉玛被绊了一下 他身后的野兽们 猛烈地撞向靠近的母水牛们 很快 两个水牛群都冲过峡谷 边跑边愤怒地喷着鼻息 毛克力从拉玛的背上跳下来 快 阿克拉 在他们开始打架之前 把他们分开 阿克拉和格瑞布拉德绕着水牛跑 试图把他们分开 突然 水牛群转向了毛克力 他们准备再次冲进峡谷 但毛克力举起手来 谢尔坎已经死了 很快 饥饿的鸟儿就会来找他的 森林王子 十八 森林巫师 死老虎躺在毛克力的脚边 我们必须快点弄 毛克力对阿克拉和格瑞布拉德说 我想把老虎的皮 放在会议的岩石上 他们开始准备虎皮 突然 狼们飞快地跑开了 毛克力感到 一只手紧紧抓住了他的肩膀 布尔迪奥拿着枪站在那里 那只老虎的皮是我的 猎人大声说道 悬赏虎皮的钱很多 毛克力转了一下眼睛 我相信你打算给我一些奖励 嗯 我是最棒的猎手 布尔迪奥说 我不会给你任何奖励 你抓住老虎 只是因为运气好 他走近老虎 俯身仔细地看着 这只老虎和我是素敌 毛克力说 然后他挥了挥手 阿克拉 几秒钟后 布尔迪奥发现自己 躺在草地上 一只大灰狼 站在他身上 布尔迪奥惊讶地眨了眨眼 毛克力召唤了一只狼 这是最坏的巫术 他想 他吓坏了 像石头一样 一动不动地躺着 如果毛克力召唤更多的狼 怎么办 或者他把他自己变成狼或老虎 伟大的国王 布尔迪奥终于低声说道 嗯 毛克力笑了 现在猎人害怕他了 我是个老人 我不知道你这么厉害 我可以起来吗 你的狼会把我撕成碎片吗 你走吧 但从现在起 别来烦我 毛克力回答道 放他走 阿克拉 他命令道 布尔迪奥一蹶一拐 飞快地向村庄走去 每隔几分钟 他就紧张地回头看看 他回到村里时 告诉村民们 他看到了什么 毛克力和狼们 完成了准备虎皮的事情 毛克力把他藏在一棵树旁 然后他聚集起水牛群 把他们都带回了村庄 当他走近时 听见了很大的铃声 好像半个村庄的人 都在门口等着他 村民们很高兴 我杀了老虎 毛克力骄傲地自言自语 他们一定在等着感谢我呢 可是一块块石头 从毛克力耳边呼啸而过 愤怒的喊声不停地传来 巫师 三灵恶魔 开枪打死他 布尔迪奥 那把旧枪 汤的一声响了起来 但子弹没有打中毛克力 而是打中了一头水牛 那男孩又是用巫术了 一个村民喊道 他用巫术把子弹转了过去 村民们向毛克力扔了更多的石头 他弯下身子躲闪 努力不惊慌 阿克拉和格瑞布拉德跑到他身边 这就像狼群一样 阿克拉说 他们希望你走 毛克力 上次我被赶走 因为我是人 毛克力叹了口气 这次因为我是狼 就在这时 麦苏亚从人群中跑了出来 我的儿子 你的巫术故事是真的吗 当更多的石头在他头上呼啸而过时 毛克力弯腰躲开了 我不是巫师 麦苏亚 你知道的 你必须在他们伤害你之前离开 他说 有几个人朝空中挥舞着拳头 离巫师远点 麦苏亚 他们喊道 回到这儿来 不然我们也会用石头砸你 毛克力迅速拥抱了一下麦苏亚 感谢麦苏亚对自己的好意 然后他和两只狼 从人类村庄逃走了 森林王子 十九 阿克拉重新领导 当毛克力到达狼洞时 月亮正在下山 他举着谢尔坎的皮 毛克力 狼妈妈的眼睛闪闪发光 我们都知道 总有一天你会抓到谢尔坎的 干得好 灌木里发出低沉的声音 你真的太棒了 巴西拉跑向他们 毛克力 没有你 森林一直很孤独 很快 朋友们一起爬上山 来到了岩石那里 毛克力把虎皮铺在一块平平的岩石顶上 当狼们聚到一起时 毛克力示意阿克拉趴在兽皮上 大家快看 阿克拉大声喊道 狼群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头狼了 很多狼又瘦又饿 有些狼生病或受伤 出于习惯 他们回应了阿克拉 当看到老虎的条纹虎皮在岩石上时 他们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有几只狼惊讶地说 谢尔坎 他们朝毛克力看去 我说话算话 男孩骄傲地说 一只兽狼嚎叫着 求你了阿克拉 重新领导我们吧 我们饿了 厌倦了没有法则的生活 巴西拉在毛克力身边咕弄 狼们现在这么说 等他们再吃饱了 他们就不会听阿克拉或任何人的话 毛克力点点头 他也不相信这些狼 过了一会儿 毛克力回到了洞里 他睡了一天一夜 心情特别沉重 当他醒来时 阿克拉来了 巴鲁和巴西拉也来了 大家都想再听听 战胜谢尔坎的故事 阿克拉和格瑞布拉德 帮了大忙 毛克力说 你们应该看看 水牛是怎么从峡谷里 一涌而下的 嗯 我很高兴 没看到人类朝你扔石头 狼妈妈皱着眉头说 我早就应该把他们都除掉了 除了那个 照顾你的善良女人 冷静点 狼妈妈 狼爸爸懒洋洋地说 毛克力又回来了 还有什么可计较的 毛克力把头 靠在狼妈妈身旁 反正 我永远也不想再看到 听到 不闻到人类的气味了 阿克拉伸头看着毛克力 如果人类不放过你 你怎么办 格瑞布拉德 低声咆哮着 巴西拉摇了摇尾巴 看了一眼阿克拉 你为什么这么说 他问道 昨晚会议后 我沿着小路回家 阿克拉回答 我看见了蝙蝠 他告诉我 人类的村庄 像风潮一样嗡嗡响 那又怎样 毛克力耸了耸肩 人类总是很忙 蝙蝠看到村门口 盛开的红花 他还看见一些男人 坐在红花旁边 他们手里拿着枪 阿克拉看着毛克力的眼睛 还有 今天早上 在我们的山路上 我闻到了一个人的气味 他们在追杀你 毛克力 巴西拉说道 但是 是他们把我从人群中赶走的 毛克力说 为什么他们不放过我 你是人类 阿克拉轻声回答 我们是动物 我们不能向你解释你的种族 毛克力低下头 他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那是什么 巴西拉跳了起来 他闻了闻空气 他的身体僵硬了 格瑞布拉德也闻了闻 他闻了从右边吹来的风 这是人的气味 巴西拉说道 森林王子 二十 关于麦苏亚的新消息 毛克力的嗅觉 比大多数人都好 但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森林鼻子 所以 他花了更长的时间 才能找到气味 是布尔迪奥 他低声说 他一定在跟踪我的脚印 我能看到他的枪 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看 一些灌木丛中 飞快地闪过一道亮光 但是 他们都看到了 四只年轻的狼 突然向山坡下跑去 你们要去哪里 毛克力说 打猎 格瑞布拉德回答说 跟我们走 我不可以 人类不猎杀其他人类 毛克力在他们后面喊道 阿克拉看了他一眼 毛克力躲开了目光 我们就找到这个人 看看他想要做什么吧 巴西拉说道 毛克力向前跑 无声地穿过森林 跟在年轻的狼后面 大家跟在后面 果然不出所料 当毛克力拨开一些灌木虫时 他看见了布尔迪奥 布尔迪奥肩上背着枪 沿路走过来 突然 他停了下来 困惑地看着地面 阿克拉在毛克力旁边 轻轻地笑了 今天早上 我在山路上加了些脚印 脚印通往不同的方向 难怪布尔迪奥糊涂了 毛克力笑着轻声说 最后猎人叹了一口气 坐下了 他不知道 毛克力和动物们 就在附近看着他 他愤怒地自言自语 他在说什么 巴西拉问毛克力 他很快翻译出 布尔迪奥的话 他说 狼群一定在我周围跳舞了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山路 现在他在抱怨自己又累又饿 布尔迪奥吃了一些坚果 不一会儿 几个男人沿路走了过来 他们也坐下休息 布尔迪奥开始给他们 讲一些荒唐的故事 毛克力听的时候 差点笑出声来 布尔迪奥告诉那些人 是他杀死了大老虎谢尔坎 然后他说一个男孩把自己变成了狼 我和他打了一下午 猎人说 我觉得他在我的枪上失了巫术 你为什么这么说 其中一个男人问 一颗对准他的子弹突然旋转 打中了我自己的一头水牛 我是最棒的猎手 所以我的村庄派我来抓他 毛克力的朋友们担心地看了他一眼 然而毛克力仍然咧嘴笑着 他的故事很荒唐 但是那些男人相信他 同时村民们把麦苏亚和他的丈夫关了起来 布尔迪奥说 他们也是巫师 事实上 他们是最坏的一类 因为他们在抚养那个狼孩 他们将受到惩罚 甚至可能被烧死 男人们大吃一惊 什么时候 有人问道 在我带着那个男孩的尸体回去之前 什么也不会发生的 布尔迪奥回答道 对了 我觉得他就在附近 你们见过他吗 巴西拉又看了一眼毛克力 他注意到 那个男孩的表情变了 男人们在说什么 黑豹低声说 毛克力表情沉重地翻译着 他解释说 村民们把麦苏亚和他的丈夫关了起来 什么 格瑞布拉德困惑地摇了摇头 人类互相猎杀 布尔迪奥地摇这么说的 我要回到村庄去 我不会让他们杀了麦苏亚 三名王子 二十一 毛克力的两个妈妈 动物们试图阻止毛克力 但是 他已经向村庄跑去了 黄昏时分 他到了草地 他害怕极了 每个人都很早就从田里回来了 人们没在准备晚饭 而是聚在无花果树下 他们生气地大喊着 毛克力悄悄地向麦苏亚的小屋走去 他偷偷地透过窗户往里面看 只见麦苏亚的丈夫被绑在床上 麦苏亚躺在地上 嘴被堵着 手脚被绑着 他吃力地喘着气 痛苦地呻吟着 毛克力吓了一跳 麦苏亚被打得很严重 毛克力很了解村民们的习惯 只要人们能吃饭和聊天 他们就会待在树下 但当布尔迪奥没抓到毛克力回到村庄时 他们就会回来的 毛克力从窗户溜进了小屋里 他弯腰切断了麦苏亚和他丈夫身上的绳子 麦苏亚看起来十分痛苦 毛克力用手捂住他的嘴 免得他尖叫 我知道你会来的 麦苏亚抽气着说 我知道你是我的儿子 这是谁干的 毛克力问道 整个村庄 麦苏亚的丈夫回答道 他们认为我们是富有的巫师 会是巫术 毛克力被所有关于巫术的话弄糊涂了 巫师到底是什么 看 麦苏亚对丈夫说 他不是巫师 他是我的儿子 是儿子还是巫师 有什么关系 男人回答道 我们会死的 传来高喊声和脚步声 听上去像是布尔迪奥回来了 想想你们要去哪里 我马上回来 他跳出窗户 爬回来了 爬回来 爬回了树那边 布尔迪奥 狼马上回来 老马上回来 尔迪奥 帮过森林逃跑 我会保护她的 狼妈妈说道 她溜回黑暗中 等待毛克力的命令 麦苏亚和她的丈夫 决定去下一个村庄 到那里要几个小时 毛克力帮助他们 从窗户逃了出来 在星光下 森林显得又黑暗又危险 你们认识鹿吗 她低声说 夫妻俩点了点头 好 别害怕 我保证森林会保护你们 现在走 慢慢走 不用着急 泪水从她的脸颊流下来 麦苏亚拥抱毛克力说再见 然后他们走进了黑暗的森林 狼妈妈悄悄地跟着 很快 另一个动物出现了 巴西拉 毛克力迅速向她解释了情况 布尔迪欧还在给村民们讲故事 但是她会停下来的 然后人们就会过来 当人们发现这个小悟空了 我们该怎么办呢 嗯 巴西拉想了一会儿 我有一个办法 布尔迪欧终于讲完了他的故事 村民们离开了无花果树 他们挥舞着棍子和刀子 冲向麦苏亚的小屋 他们都带着火把 我们要烧了巫师的小屋 人们愤怒地大喊 人群来到小屋 砸开了门 每个人都以为 麦苏亚和她丈夫被困在里面 可是他们不在 只有一只凶猛的黑豹趴在床上 巴西拉慢慢抬起头 尖利的白牙闪闪发光 村民们尖叫起来 然后他们害怕地跑到外面 他们跑回自己的小屋 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毛克力从阴影中走出来 咧嘴笑着 这个主意很好 巴西拉 谢谢 黑豹自豪地边说边舔着自己的爪子 天亮前村民们不会出来的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吧 当毛克力第二天醒来时 他看到了蓝那只老鹰 我收到狼妈妈的消息了 老鹰喊道 麦苏亚和她丈夫 在新村庄里很安全 村庄靠近沼泽地 毛克力高兴地挥了挥手 谢谢 然后他去告诉巴西拉 巴西拉说 人们还躲在屋子内 我们为什么不忘掉他们去打猎呢 毛克力摇了摇头 对不起巴西拉 我必须完成我已经开始的事情 这是森林法则 那些违反规则的人 必须受到惩罚 记得吗 巴西拉耸了耸肩 我在哪里能找到哈提 毛克力问道 哈提 巴西拉说 巴西拉说 他想去哪吃就去哪吃 你能找到他 把他带到我这儿来吗 巴西拉困惑地看了毛克力一眼 我不能命令森林之王 拜托了 拜托了巴西拉 突然 毛克力想到了一个办法 如果哈提不来 你就说这些话 破坏田地 相信我 他会跟着你的 破坏田地 巴西拉重复着这句话 直到他记住了 然后他跑开了 他跑开了 巴西拉回来时天已经黑了 毛克力松了一口气 哈提和巴西拉在一起 大象的三个儿子跟在后面 你好 毛克力 哈提喊道 毛克力向这头老象行了个礼 然后他转向巴西拉 我想给你讲一个 关于一头聪明大象的故事 毛克力说 巴西拉看起来很惊讶 但他对毛克力点了点头 有一次 这头大象被猎人的捕兽器抓住了 毛克力看了一眼哈提 在月光下 大家都能看到 他侧身上有一道长长的白色疤痕 看起来好像有人 用一根滚烫的鞭子打过他 人们赶来 要把他从捕兽器上弄出来 毛克力继续说 但他很强壮 挣脱了绳子 他离开了 直到伤口痊愈 一天晚上 他带领别的大象回来了 他看着哈提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哈提把故事讲完 我们采了人类的田地 我们吃了他们的庄稼 我们把房顶从他们小屋上掀了下来 然后 他停了一下 我们让野生森林进来 我们让野生森林 重新在村庄里生长起来 吞没了一切 毛克力满意地点了点头 大象摇着鼻子看着他 你怎么知道这些田地被破坏了 一天晚上 布尔迪奥讲了那个故事 毛克力说 我想他偶尔会说实话 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哈提问 住在这个村庄里的人很残忍 毛克力解释说 他们伤害了麦苏亚和他的丈夫 他们打算杀了我 然后他们要用红花杀死麦苏亚 只有惩罚他们才是对的 巴西拉颤抖着放低了身子 现在他明白毛克力 为什么要找哈提了 三名王子二十三 大象行进 第二天 哈提抬起了他的鼻子 我们走吧 他大喊 然后他和他的三个儿子出发了 大象向不同的方向行进 他们到了村民的田地 行进了好几天 他们踩坏了草地 庄稼 工具和他们发现的其他任何东西 刚开始 别的森林动物远远地看着大象们行进 后来鸟们飞到森林上空传播消息 食物 每个动物都能吃的食物 很快 成群的鹿 猪和豪猪加入了大象的队伍 他们都开始吃剩下的庄稼 巴鲁来了 找到了一些好吃的根 呵呵 好吃 别的动物撞到大麦 从蓄水池里喝水 鸟们飞下来 吃种子和蛊蛳 蟒蛇卡阿爬进了山谷 猴子们吓得跑开了 卡阿也饿了 大象在田地里 不停地走来走去 很快 村庄里的人们 就饿得绝望了 没有庄稼了 一个村民说 我们必须在森林中寻找食物 一群人进入森林寻找坚果 但是有着明亮眼睛的影子们 吓了他们一跳 他们跑了出去 雨季来临时 四头大象在田地里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他们开始向村民们的小屋走去 现在他们在做什么 巴西拉问毛克力 他们要把小屋的屋顶掀下来 毛克力说 大多数村民已经离开去寻找新家了 现在剩下的人也该走了 一个月后 毛克力和巴西拉回到了村庄 那里长满了草和秘密的杂草 六个月后 他们俩又回来了 现在森林已经恢复了生机 这正是我想象的 巴西拉 毛克力小声说 野生森林吞没了人类村庄的所有痕迹 大象行进后 毛克力回到了狼洞 他找到一个方法惩罚残忍的村民们 根据森林法则 这个惩罚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但是毛克力既不安又不开心 他不觉得饿 也几乎睡不着觉 我怎么了 他很好奇 一天天气很热 毛克力正在河里玩水 突然他渴望逃跑 他穿过森林 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 他跑了一个下午 唱歌游泳和打猎 最后他发现自己身处森林中 一个陌生的地方 在一个村庄外的沼泽地附近 他听见几只狗在叫 人类的村庄 毛克力响 他好奇地向狗叫的声音走去 他们在小屋前走来走去 毛克力像狼一样咆哮 他们立刻不叫了 然后一个女人走到门口 他戴着铜手镯 头发有点灰色 谁在那儿 他喊道 他吓得声音颤抖 是另一只豺狼吗 他问狗们 当他仔细看着他时 毛克力觉得自己也开始发抖 那个女人看上去有点老了 但他知道他的声音 事实上他很清楚 买苏牙 他大喊 他从自己一直躲着的高槽里 走了出来 那女人吓了一跳 把手放在胸口上 拿图 是你吗 我的儿子 森林王子 二十四 巴西拉的秘密 那天晚上 毛克力和麦苏亚 住在他的小屋里 他们吃晚饭时 他告诉他 自己丈夫已经死了 但是 那天晚上 你救了我们的命 毛克力 他的眼睛里 充满了感激的泪水 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好 附近有个村庄 我很满意 早上 毛克力准备走了 你一定要再来 麦苏亚轻声说 拥抱着他 我爱你 我爱你 毛克力觉得喉咙发紧 我也爱你 麦苏亚 我很快就会回来 我保证 当他向沼泽递走去时 一只大野兽 从高高的草丛中 跳了出来 巴西拉 毛克力惊讶地说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跟着你来的 巴西拉回答道 你又跟着我了 毛克力笑着摇头 你总是跟着我 我的狼妈妈和格瑞布拉德 也是这样 巴西拉看起来很不安 你要你要回森林吗 他问 我 我以为你会和那个女人 待在一起 毛克力摇了摇头 我觉得我不属于人类 巴西拉 那群人赶走了我 记得吗 就像狼群一样 巴西拉盯着毛克力 看了几秒 然后他抬起他的下巴 摸摸我的下巴下面 毛克力乖乖地 把他的手指 放在巴西拉的下巴下 黑豹的毛 覆盖着厚厚的肌肉 然后 毛克力摸了摸 没有毛的部分 这是什么 他问道 那是项圈的痕迹 巴西拉说 森林里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我也出生在人类中间 毛克力 我住在王宫的一个笼子里 什么 毛克力惊讶地眨了眨眼 巴西拉也和人类一起生活过 这就是为什么 你小时候 我在岩石会议上 为你说了话 巴西拉继续说道 我母亲死在王宫的笼子里 在那之后 我在那里没有家人 而且 毛克力无法想象 美丽强壮的黑豹 被关在笼子里 笼子一定感觉像监狱 那是个监狱 巴西拉说 我住在那里 从来没见过森林 后来 有一天晚上 非常神奇 我发现了自己的力量 我告诉自己 我是一只黑豹 不是人们的玩物 我一爪子就把那个锁头打碎了 毛克力笑了 那才是巴西拉 现在你知道我的秘密了 小兄弟 我回到了森林 我属于那里 你也一样 巴西拉停了一下 你是一个人类 所以总有一天 你会回到属于你的地方 不 对不起巴西拉 但你错了 毛克力坚定地摇了摇头 我永远不会再和人类 住在一起的 我去看了麦苏亚 但仅此而已 他拍了拍黑豹 还有等我长大独立了 我会回来看你和巴鲁 就在这时 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孩 出现在路上 毛克力和巴西拉 躲到灌木从后面 当女孩经过的时候 毛克力用手拨开灌木丛 他看着那个女孩 向沼泽地走去 这个男孩既是人又是狼 巴西拉边想边温柔地看着他 但总有一天 他会变得更像人 而不是狼 那个女孩不见了 巴西拉用鼻子碰了一下毛克力 你准备好回家了吗 嗯 毛克力跳到黑豹背上 然后他们一起 向森林深处跑去 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